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的灵狐言之 将军 这是一个凶奴人用箭 射在城门楼上的信 射箭人在哪儿 喊来一声给王将军 就起码跑了 是 是的 就是他 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李大将军在的时候 我也曾经托人 给过他这样一封信 想起来就是这样的箭 张子歇 将军认识写信人 看上去写信人是个读书人 字写得很漂亮 那是 他原来是我故乡堂堂一届县令 县令 千里重军给发配到了散外 没想到居然是据我边关这么近的地方 快 马上被骂 我去一趟 是 快点干 快干活 快点 快看 赵大人 赵大人 什么事啊 边关有个叫王顿的找你 王顿 王将军来 快 请他往那里去 是 快干活 王将军 王将军 可不是我赵某不给王将军这个面子 这这 这实在是不好办哪 这要是把人就这么给带走了 将来上边追查下来 我赵某吃醉不起啊 你不是早就像扔一条死狗一样把他扔到沟里去了 这不知王将军如何得知此事啊 你先别管我听谁说的 我只想问你这件事有还是没有 有 那是因为张子仙得的是传染病啊 可他并没有死啊 比死更可怕呢 所以 就应该顺水推舟 把他从冲军名单上抹了去 王将军 一开始我也想这么做 可过了十几天 我去山谷里看他的时候 他不见了 后来他的病居然还好了 你说 他真是福大命大呀 好 好一个福大命大 赵监头 你何不就冲着他这福大命大 放他一马呢 王将军 不行啊 他的名字还没有从冲军的名单上划掉呢 将来这朝廷要是找我要人的 行啊 我不跟你斗圈子了 王将军 这这这赵某无功 可是不能受录啊 拿去吧 我们王将军念你们 在这荒郊野地里生活很辛苦 这是他给你们改善伙食用的 那 那我替兄弟们谢谢王将军了 那 那张子仙的事 这个 这样吧 王将军 人呐 王将军可以带走 不过 不能带出这赛北大漠 这 万一将来朝廷找我要人 我也好有个地方去找啊 起来吧 都是老相识了 何必这么拘礼呢 来 坐 你呀 他真是救了我的命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你救出来 我们的那个赵监头 跟你是好朋友 哪里 我们王将军可是用 你下去 是 那个狗东西 我在他那儿 真是过得诸狗不如的日子 行了 你也别骂人家 我让人家调你过来 就把你给调过来了 人家要不把你调过来呢 你不是一样还得受罪啊 他是犯不着 为了我这个苦义贩 得罪你这个大将军 我可不领他这个钱啊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让我回老家呀 你这个人怎么得寸进尺啊 在我这儿 难道不比回去叔父吗 哎呦 这个鬼地方 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 张子歇 我实话跟你说 你的名字 一直都还在冲军名单上 我救得了你的人 救不了你的身 你是说我 还没有自由之身呢 当然了 在我这儿 你是自由的 可出了我这儿 是这样啊 不过这些事呢 可以从长计议 我们慢慢想办法 丑话说在前面啊 现在 在我这儿可不能白吃白住 这样吧 你先给我当个文书副官 你说什么 到了边关这个地方 还让我做文书副官 你也太瞧不起我张子歇了 那你的意思是 你想做什么 必试 必试 好啊 好啊 好 识别三日 张大人的武艺果然精进了 师从高手 自然不一样 好 敢问是哪位高手啊 苏大哥 苏大哥 哪个苏大哥 你明知顾问 我真不知道 他救过我的命 也救过你的命 你说的是爱敏河畔的 那个牧羊人 对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名字 他也没有告诉过我 那你又从何得知他姓苏呢 因为他的父亲姓苏啊 他的父亲是谁 苏大哥不让我告诉别人 别人 我是别人吗 好吧 你是王将军 我的好兄弟 那我就告诉你吧 苏大哥 是苏武的后人 你弄断的那个木棍 就是他父亲当年使用过的结棍 果真如此 是这样 苏大哥帮过很多人 无论是汉人还是匈奴人 因为他的父亲是汉人 母亲是匈奴人 你现在带我去寻他怎么样 他就像草原上的一阵风 不知道现在飘到哪儿去了 你说的没错 可你又会感觉到 他也许实实地会出现在你身边 是啊 我倒是可以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什么地方 埃米河畔 埃米河畔 是谁把我当时立的墓碑换成了十倍 是我 好 有你这样的大哥 王怀他也会神感欣慰 当初我看到这块墓碑的时候 觉得上面这四个字非常眼熟 我就应该想到 这墓中是你修建的 不全是 是我和苏大哥一起修建的 无论如何 张子仙 我王敦 从心里感谢你 不必客气 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儿的 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以后又用得着我张子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好 那 兄弟我 在此谢过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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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怎么样啊 嗯 娘娘 请这边 娘娘 恕太医无能 皇上是因为伤感 焦虑过动 方氏病情日益加重 此乃心情不畅 精神萎靡所造成 要向转危为安 取用精神疗法 方能奏效 太医 何为精神疗法 叔老朽直言 此疗法 皇后心里 比谁都清楚啊 这 昭君公主求见 小声点 让她等一下再进来 是 陛下吃一点饭吧 昭君公主已经在外面等着见陛下了 还不叫她进来 还等什么 公主说了 陛下不吃饭她就不进来 亏她还是个明世里的人 还有十几天就要出嫁了 朕舍不得她 是啊 陛下心里舍不得可又不能更改 所以才不思茶饭 还是皇后理解朕 陛下 臣妾有一主意 可使陛下与公主多待几日 说说看 按大汉的习俗 昭君公主应该由朝廷重臣和亲属 一路送亲至陌南草原 呼喊爷既已归顺了大汉 本该先按大汉的习俗行事 然后再按匈奴的规矩最终完婚 主意是不错 可呼喊爷在长安城外已经等待数云 叫朕如何跟他开口啊 陛下是一朝天子 下个旨意让呼喊爷先回陌南草原 然后再风风光光的领着他的迎亲队伍 来迎娶新燕之 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主意好 陛下吃一点吧 免得公主看见陛下一副病态 又该伤心了 好 好 你们说说 由谁来担当着护送重任 最为恰当 陛下奴才知道一人此重任非他莫属 谁啊 王将军王顿呢 你是说驻守边关的王将军王顿 是陛下还曾记得 陛下当时派遣王将军驻守边关的时候 曾经召见过他 奴才当时记得他说过一句话 说他是昭君公主的族兄 对对对 朕想起来了 赶紧的 连夜从边关把王将军调回来 朕赐他朝中重臣及亲戚于一身 护送昭君公主出赛 陛下此事臣妾亲自去办 陛下 那呼喊爷的事 等朕善后亲自拟旨 是 我给陛下伺候笔墨去 等等 陛下还有吩咐 赶快去到外面 把昭君公主请进来陪朕 一块用膳 没有昭君公主陪着朕 朕是实之无畏啊 遵旨 父皇陛下在上 儿臣呼喊爷请求父皇陛下 恩准儿臣携宁湖燕之 返回大禅于庭 以为父皇陛下安置大漠 儿臣日后定将竭尽全力 依报皇恩 贤旭啊 朕以为此次我大汉与匈奴和亲之事 乃天下之大事 不可草率 朕认为按照我大汉朝的习俗 应该派我朝重臣 以及昭君的亲戚隆重护送 一直护送至末南草原为止啊 父皇的意思是 贤旭不妨先回末南 然后将此次和亲之事 在你末南广为传播 再率迎亲的队伍 在我大汉与你匈奴的边界城市 隆重地迎娶新燕旨 这岂不两全其美吗 陛下非常重视此次和亲 一遇普天同庆 我可不这么看 大汉与放心吧 昭君不会让你失望的 父皇陛下如此厚待儿臣 恩重如山 儿臣感激不尽 父皇的意思儿臣明白 明日其启程返回末南 筹备亲事静候佳音 好 朕主贤旭一路平安 谢父皇 谢父皇 公主 你不妨带朕送送大蝉与 是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 赵君公主 大蝉与 大蝉与 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串夜明珠 喜欢吗 后寒爷有了公主的夜明珠 便日有所想夜有所思了 有如天天见到公主之面 把貂皮围巾拿过来 是 下去吧 是 公主到末南去 路途遥远 又恰值深秋 来 胡寒爷送此貂皮 他能抵挡赛美的寒风 温暖公主的身心 公主 请 我将在爱敏河畔等候公主 公主到了那儿 就是我胡寒爷大蝉与的 凝狐烟之谈 您刚才说的爱敏河畔 是不是 当年李大将军 帮助大蝉与 打败芝芝的地方 正是 公主 是如何知道的 听我的一个族兄讲过 公主还知道些什么 为了纪念 李大将军和那些将士 我把大蝉与亭 特意立在了 离爱敏河不远的地方 真的吗 胡寒爷回去之后 定在那里再建造一座 更大的蝉与亭 以欢迎 凝狐烟之的到来 谢谢你 大蝉与 这一匈奴礼节 你是从哪儿学的 大人是从 多龙齐负责那里学的了 是吗 他可是我的三舅 看来我还得好好谢谢 这位大霉人呢 父王 太阳已高 车已经备好了 可以出发了 公主 我要启程了 护寒爷就此告别 雕桃莫高在左官城恭候公主 左官城 公主忘了 陛下已经将左官城和右官城 赐予了我和我弟弟举摩车 只要公主一出赛 我就会率领全左官的百姓们 倾城而出 沙阳拜之 拜全阳大雁 迎候宁湖烟之 谢谢你 雕桃莫高 我看来 你还要不想看 我看来 你还要不想看 我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驾 驾 你连夜就要启程 对 皇上圣旨命我祸速回京 我听说皇帝陛下真的把公主嫁给匈奴人了 什么真的假的 我这次回朝就是为了护送昭君公主出赛 要搭禅于庭 与呼喊也搭禅于完婚的 对了 我听说这个昭君公主还是什么大汉第一美人 大汉第一美人 她再美的话也美不过强儿啊 我在宫里见过一次强儿 什么 你见过强儿 她还好吗 她一切都好 段弟啊 你要是到了宫里 再见到强儿的话 一定替我问个好 就说 就说张子仙想她了 你放心 这句话的上半句我一定替你带到 下半句呢 就由我王顿替强儿收下了 你说 她要是能跟昭君公主一起出赛的话 那该有多好 好 子仙兄 你说你们闻人是不是都有 白日做梦的毛病啊 我每天晚上都在做梦 可就是梦不到强儿 所以啊 只好白天做梦 子仙兄 刘副将 我走了以后 边关的守护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对了 我已经通知了呼喊爷大禅瑜 这边关 就作为她迎娶大汉公主的福地了 能在这里亲眼见到大汉第一美人 是末将的福气啊 刘副将 你可真是孤陋寡闻 别说是大汉第一美人 就是天下第一美人 我张子仙也见过 怎么不信 好了 二位不要再说了 还是待我把这个所谓的 大汉第一美人带回来之后 再品头论足吧 对 驾 驾 驾 好 这里再加一针 在这 这儿吗 对 嗯 皇后娘娘驾到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大家都辛苦了快起来吧 谢娘娘 你们忙吧 母后 想不到如此漂亮的刺绣竟然出自后宫重嫔妃和宫女之手 赵军啊 你能把他们训练成纺织刺绣的好手 真是不容易 说句实在话 我真舍不得你走啊 母后哪里话 其实赵军出赛也能别有一番作为 你是说 你是说 要去教那些匈奴的女子刺绣和纺织 听说 草原盛产羊毛 有许多中原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到了那边 可以刺绣出许多不同的衣物和工艺品来 我看你啊 人还没去 心已经去了 哪里 赵军只是想象 谁知道到了那边会是什么样子 是啊 在这儿 有大汉天子护着你 可是到了那边 说话做事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可任性 赵军铭记母后教诲 这个图案既有江南秀色之风韵 又有广阔草原之奔放 它恰当地表达了凶悍和亲之寓意 可惜 离赵军出赛只有十几天了 这样吧 把他送到民间去 让那些能工巧匠日夜赶制 做成绣品和绸缎 当作年糊胭脂的嫁妆 待赵军出嫁使用 谢母后 镇官大将军王顿 拜见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爱卿平身 谢皇上 王将军日夜兼程赶回长安 一路劳顿 此座朕和你细谈 谢皇上 王将军 你品一品这果汁穷浆 皇总管 好 来 谢皇上赐饮 味道如何 回皇后 这种果汁入口微酸 稷而转甜 入腹顿绝清烈 回味无穷 这种味道的果汁 我想应该是 莫想家乡自归一带深山里所特有 好 说得太好了 这句话确实说进了皇后的心坎里了 陛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此乃出自昭君公主之手 宣昭君公主觐见 昭君拜见父皇母后 昭君哪 看朕把谁给你叫来了 顿哥 强儿 顿哥 顿哥 我是强儿啊 我是强儿 放肆 陛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皇后有所不知 这位王将军 就是朕紧急从边关 调回来的昭君的族兄王顿将军 朕打算为义重任 请他担任护送昭君公主出赛等事宜 谢父皇母后恩宠 你就是昭君公主 对啊 王将军恐怕有所不知啊 朕曾多次听昭君提起过顿哥 还有一个怀哥 想必王将军就是那个顿哥吧 回皇上 王顿自有和强儿 不 自有和昭君公主既是同乡又是同族 所以 那还有一个叫怀哥的呢 回皇后 那个所谓的怀哥 就是王顿的亲弟弟王怀 他在上次 李大将军与匈奴置之一意中 不幸朕王了 原来是这样 王将军 朕将上方宝剑和特使结账赐予你 并命你为这次昭君公主出赛的完婚特使 皇上唯以重任 王顿自当竭尽全力 绝不犹辱圣上使命 来 王将军 玉兰 玉兰 皇总管 公主刚从陛下那儿回来 快跟我走 快去 顿哥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 你还笑得出来 我今晚要是见不到你 我可睡不着 你一定清楚 我这次回来的原因 你为什么 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当初我被选入宫 从香气村到长安 不是同样很遥远吗 可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匈奴人 为什么不能嫁给一个匈奴人 因为他们杀了你的怀哥 那是知之所为 我嫁的是胡寒爷 胡寒爷一直对大汉都很好 为了让匈奴和大汉一直再好下去 我答应了他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一个匈奴人 是匈奴人他就不配 你别忘了 你的命也是匈奴人救的 难道嫁给你的救命恩人都不配吗 顿哥我问你 要是这次出赛的是另外一个女子 你愿意吗 当然 我只是担心 那胡寒爷他会真心对你吗 这你放心吧 胡寒爷他对我很好 真的 而且匈奴那边很自由 没有那么多事情 也没有那么多规矩 也许我生下来就应该过匈奴人那样的日子 我 顿哥 家里都还好吧 都还好 放心吧 我在边关一共收到两封家书 对了 有一封还提到你嫂嫂 生了个儿子 真的吗 这太好了 这太好了 顿哥 这次皇上 这次皇上能派你回来护送我 我觉得老天已经是很有情的了 这次到了那边 我希望顿哥你 能带我去怀哥战死的地方看一下 我已经按照你的愿望 给怀弟修建了一个分钟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请顿哥 带我去怀哥的墓前 多撒几把图 说实话 今生今世 你都不会碰到怀哥吧 顿哥 此事与昭君出赛无关 是两回事 对 是两回事 父皇 父皇 女儿带去的部分都是粮食种子 女儿此次出赛 不仅是出嫁 还要遵循父皇平日的教诲 将种族播散周边 以求共同发展 才能深得百姓民心呢 好 父皇 母后 留步吧 女儿 此行沿途 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 无必要尊重当地民族的习俗 不可掉以轻心哪 女儿铭记在心 临别 朕赠你一把龙雕宝剑 谢父皇 喜欢吗 喜欢 此剑呢 一直挂在朕的寝宫里 昨天他却整夜朔朔发光 找到整个寝宫都亮了 一夜未夕啊 一夜未夕啊 父皇 您一夜未眠吗 赵君 要远家出门 朕哪睡得着啊 父皇 赵君此生能成为父皇的女儿 乃是世间最幸福的女子 愿此剑能保佑女儿 一路平安 有父皇的保佑 女儿一定会一路平安的 对了 父皇 女儿 想请您猜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 你又变什么鬼把戏了 父皇 漂亮 此锥 朕曾在李大将军的佩剑上见过 他说这是王顿将军家乡 一个漂亮女孩变的 原来就是你啊 是啊 这支剑锥原来是昭君送给一位族兄的 可是李大将军说他喜欢 就送给李大将军了 后来女儿听说 父皇你也喜欢他 说得没错 可惜啊 昭君当时还在家乡 要是知道你们都喜欢啊 我就一人给你们编一支 可惜朕与这幸福 却是擦肩而过呀 父皇 您贵为天子 所以昭君将此剑锥 编成黄色的 送给父皇 我希望父皇看到这支剑锥的时候 可以想起女儿 念着女儿 记着女儿 朕 我永远想着你的 父皇 明年春天已到 草原将风光无限 昭君邀请父皇到草原一游 朕一定去 父皇说话算话 绝无戏言 记长相约 父皇 您不怕 父皇 赵君 此行愿嫁匈奴 朕 借这杯水酒一桩行色 赵君 此行愿嫁匈奴 朕 借这杯水酒一桩行色 图 且DE图 田医台 至杀 人物 靖子 子 太咋了 ulative 忙了 不 interperso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